精彩世界天天在变 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 跟着我们 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 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每个礼拜一的早上九点钟 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聊 生活理财术 我是芷娟 好今天是七月三号 我们七月一个全新的一个月份 又要开始了 那当然对很多的父母亲来说 这个鬼门开了 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了 好总而言之后七月又是一个 二零二三年下半年的正式 第一天开工日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那当然书名就叫做 投资别在情绪化 那我在帮大家再加一个主题 叫做那么标谷这样子 好总而言之我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呃我们叫做黄凯君 大家都叫你小鹿对不对 对大家都叫小鹿 小鹿早安 大家好 好小鹿其实 呃一般来说大家应该会感觉得到 你的年轻 因为突然坐在你旁边 我突然有点点压力 因为平常你知道坐在来宾角色的 通常都在年纪比我大个十几二十岁 但今天我们两个好像有点角色比较年纪对话的感觉 好不管怎么样呃其实小鹿你很特别 因为你是教育系出身 但是却半落变成了一个全职的交易者 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 先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其实刚开始呃我也是一个很平凡家庭出生的孩子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小鹿你做金融 是不是家里有点背景对不对 就可能有点资源这样子 其实并不是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所出生的孩子 那一开始其实在高中选田志愿的时候就觉得 诶我还蛮喜欢跟人互动的 我还蛮喜欢跟人家讲话的 所以其实当时就觉得诶我好像挺适合当老师的 那我 哦你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去念教育系的吗 对 哦你是小时候想当老师 对我其实就觉得诶上台发表有一个我自己的舞台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舒服 我很喜欢这种体验 所以当时我就毅然决然的 OK那我就是读教育大学 我就读教育学系 可是读着读着我马上就发现好像不太对劲 就是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 好像还是得先想办法生活下来 所以在当时我去读台北教育大学的时候 我的爸妈其实把我的存款全部领光光 子媳你知道全部领光光多困难吗 你要去领贵 然后跟他抽号码牌 然后你要真的去把一毛钱全部都领出来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爸妈他希望让我可以体验一下从头开始 真正从零开始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爸妈只帮我缴了第一期的学费 剩下我就开始在台北 开始了我自己的一个独立生存的一个历练 那一开始我马上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境 那钱哪里来 我总得要生活我也要缴学费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大学时期我就很努力的去打工 去教补习班去教家教 那当时其实我就意识到对 嗯 家校我喜欢是有点获利没错 可是对我来说 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品质 好像没有办法去支应 所以这时候有一堂课程 这堂课程真的是影响我人生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那堂课叫做职场生存学 大家可以去Google看看这堂课程 到底有多行 这堂课程老师非常的严苛 他就是模拟那种上班族的概念 我们上课要打卡 打卡只要超过一分钟 就当你今天没有来 非常非常严格 而且是不接受请假的 不管任何的理由请假就会扣很重的分 请假两次你这学期也不用来了 因为你就绝对不会通过 老师就是这么严苛去帮我们模拟出社会之后 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 很真实的 而且早上也不能吃早餐 老师也是很严格的限制的 然后穿着一定要是穿衬衫啊 一定要穿包鞋 很多的一些规矩让我们去提早认识到市场 或者是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要求 那也就是在当时我就意识到 好像社会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那再加上有一个课程 老师就把我们出社会之后 可能会潜在用到的一些支出 让我们列了出来 不看都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大学一年级 萌萌懂懂的 看到要支出的项目 哇我瞬间吓一跳 我的天哪 原来当老师可能四五万的薪水 还真的不足以去支撑 我想要过的生活 你可能扣掉一些孝亲费啊 或者扣掉一些生活开支等等的 你仔细去算一下 真的不太对耶 所以就在那时候我就开始 毅然决然的踏入了投资理财领域 因为我知道我可能要赚更多的钱 来支应我的生活水平 所以那场课程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捩点 那也从那时候开始 我积极的往这个领域去发展 那刚开始也是很辛苦的 就是没有资源嘛 我也没有相关的背景 我的爸妈也不是做这行业的 也没有认识相关的朋友 怎么办呢 东撞西撞也是一样 往上到处找资源 看看书 成品翻一翻 所以大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开始学理财 大概都是心里这样的 一定的 一定的 所以其实大家走过那种 可能走过的弯路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知道痛点在哪里 所以在一开始 我自己东撞西撞之后 其实也赔了不少钱 说真的 那也是后续我有在 持续的专研 我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可能就是我太过情绪化了 每天都接收到一堆爆炸的消息进来 对于一档个股 我常会举例 对于一档股票 你可能早上 中午 晚上 你可能思考的 点都完全不一样 早上觉得他好像很有希望 下午就觉得 我是不是要赶快卖掉了 你的情绪会一直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那中午你就会发现 你操作的胜率 你操作期望值 其实跟丢铜板差不多 所以我之后就发现 这样好像下去不太对劲 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去思考 我是不是要往 科学化投资这个领域去钻研 也就是去往比较理性一点的做法 把我的投资方法 框架下来 规划下来 不要再听信消息面 不要再忽多忽空了 也就是那时候开始才让让让我慢慢渐渐的迈向 稳定操作跟稳定获利的境界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会特别想要邀请小鹿来到节目上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在书中一直在讲说 他有一套就是科学化的投资方式 那我一开始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所谓的科学化的投资方式是什么 后来我真的看书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是 好你会把一个想法 然后把它付诸用数据 然后用数据去做一个回测 一直不停的回测 然后去验证说 你以前的那种思考方式到底对不对 直接打一个比方好了 譬如说我们在讲 我们在讲技术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我知道这个KD值 这个老师都有交黄金交叉的时候可以买 这个死亡交叉的时候应该可以买 其实各式各样的技术分析都会告诉你 黄金交叉可以买 然后死亡交叉的时候应该要买 那他就开始去想 他就说那这套逻辑真的是这样吗 他就去用数字回测说 如果我真的都用这样黄金交叉买 然后死亡交叉卖的话 会得出什么样的胜率 会得出什么样的报酬 那最大的亏损会达到多少 他每一种思考想法 他都丢数字进去回测 然后这样子过程当中 就会去转换 转换出他自己的一些投资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所以今天才请小鹿来到现场 好那帮我们先来做一个名词定义 那到底什么叫做科学化投资 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吗 简单这么说好了 大家在一般选股上面 或者是你在操作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偏向于去研究 产业的资讯啊 或者是产业的报价啊 甚至是一些 各股相关的一些消息面 可能是订单 可能是题材等等 可是实际上 主观的交易 他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他最大的风险是 你所获得的资讯其实都是已经是到末端了 也就是当你看到报章媒体杂志 跟你说这档个股多好的时候 当你意识到他真的很棒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最后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了 那在资讯棒次的落差之下 我们发现其实你用主观交易 可能会资讯很落差 你可能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去操作去布局 那其实在这一个战争之下 你就已经输一半了 那再加上我们看到一些主观的消息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不知道只见我们这种想法 就是可能股票在跌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会觉得 有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你原先没有做规划的话 那这时候你如果看到一个报纸跟你说 哎呀这档个股它的业绩非常的好 未来展望订单满到2025年 你看到这消息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继续再报一下 会啊会 可是你没有想过的是 它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当行情在往下回跌的时候 市场主力为了让你好像还有点信心 它就会放一点利多 让你好像又存有希望 不会轻易的卖掉 可是你就会发现 你就是很容易被市场给带风向了 所以这就是在主观交易上 很容易遇到的逻辑盲区 或情绪的盲区 而什么是科学化的交易 科学化交易跟主观交易 最大的不同是在于 它会先把我们的选股跟操作的条件 完全的标准化制定下来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在做科学投资的时候 一定会先进行三个层次的选股 包含像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这三个面向的定义 不会忽多忽空 不会今天看A指标 明天看B指标 不会的 我们是用固定的方式进行选股 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在基本面来讲 我可能会去很在乎的点 例如像是股价净值比 股价净值比小于一倍 这个在财务数据上 我们都知道 代表今天公司的股价 比它现在倒闭的价值 还要来得更低 那也就是它具备有相对安全的 这个基准存在 那技术面的部分 我自己在书中 有跟大家分享到 其实 大家常用到的创新高的策略 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你把它丢到电脑去回测 你就会发现 对耶 创新高 它真的有办法帮我提供赞报酬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空间 因为数据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第三个就是筹码面 可能找到一些法人喜欢的筹码 或者是大户持股比率等等相关的筹码 我们把它添加到我们的选股系统当中 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的选股 跟别人的选股 有很大的落差 我觉得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直接给出数字 让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毕竟那个基本面跟筹码面 要讲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直接先就比较 比较好可以直接拿出来讲的技术面 技术面其实你在书中就有讲 如果在技术面分析当中 你觉得有两个指标 是你回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策略之后 你回测出来的结果 你认为两个是最有用的 一个就是突破讯号 一个是股价位阶 你来跟我们来阐述一下 你找这个指标 那个用科学化过程 找这个指标找出来的一些方式 OK 那既然我们都知道 其实创新高是在市场上 很多人使用的交易策略 所以每次创新高 就会吸引到很多的投资者开始入场 包括可能主力大户 也跟着入场 要开始往上推升股价 那这时候呢 身为一个专业的科学化交易的投资者 我们会想要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所俗称的创新高 它有好的交易机会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一开始呢 我就去做了创20日新高 我就给它买进 并且设置一个停力停损 7%的停力停损 我去验证一下这套方法 到底可不可行 结果我验证之后发现 诶 绩效是正的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的报酬 它虽然是正报酬 只是曲线可能没有这么的漂亮 那我就去思考了 会不会是创新高的天数不够 所以我就往上去加 没错没错 我就变成60日新高 然后一样设置一个停力损 诶 绩效真的如果预期的变好了 所以我们的假想 我们的思考是正确的 好 我来给一个数字给大家 刚刚以这样的状况来说 如果你突破20日新高买进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胜率大概53% 总报酬率只有3.95% 但是就像刚刚小鹿所说的 它在网上调一点 变成突破60日新高的时候 所回测出来的数字变成胜率53% 但这个时候的总报酬率提高了到了36.95% 没有错 那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上调 能不能有更好绩效 所以我们就尝试了创100日新高 那创100日新高这时候发现 绩效又更好了 我今天看到的是 总报酬率达到64% 所以绩效持续的增加 就代表一件事情 创越长期的新高 绩效表现是越好的 这件事情是有根据的 因为回测确实告诉我这样的答案 好 所以就从这件事情 就先抓到说好 创新高这个创100日新高 这是你会用的策略 好 再来2.0plus再继续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 诶100日新高 对啊 那这么多的个股都创100日新高 其实回测出来 刚刚梓娟应该有看到 交易的比数其实挺多的 比如说创100日新高来说 它的交易比数在16年到22年 它其实有43,118并 这一般人不可能啊 不可能做得到 我们又不是基金 对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嘛 基金也不会 基金也不会 这太多了 所以那么多的比数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的滤网还没有这么的严谨 我们可以再持续调整它 让它变得CP值更高 顾虑掉更多的错误讯号 那这时候我就想到 市场上第二个都市传说 大家不都会说 诶 位阶低的比较安全 对 就是说 你当然你如果已经涨到了一个 历史新高股价 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去追创新高 没有不行就是如果是一个 就是顺势交易策略的 就会这样做 但是你总会心里会觉得 怕怕的 有点高 有点聚高症 就觉得哇这里 那敢好 就会有这种压力在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件事情 OK那我们就把位阶去设定一下 什么叫位阶呢 其实位阶的概念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高低点 股价的高点到低点 他的幅度到底是大还是小 那如果小于30%的话 就是我所定义的位阶属于中偏低 也就是股价其实还没有大涨 不过就是三根停板 对 不就是三根停板而已 也就是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内 几乎没有什么涨幅 他涨幅是相对小的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验证 我把 就再多加了一个条件 对再多一个条件进去 所以创一百日新高 加上位阶中偏低 这样的状况给他框架起来 你就会发现 对耶 绩效跟之前单纯只有 创一百日新高相比 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我来念一下这个数字 在书中小鹿有写到 他如果用这个一百日创新高 然后再加上他的限制波动 是限制在30%以内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他是刚刚开始涨 也就是股价位阶 相对来说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把这两个条件放在里头 好这个时候出来的数字呢 胜率变成是58.9% 但是总报酬率 报酬率的部分 来到了百分之107.3% 那最大连续亏损的幅度大概是 负的百分之11.8% 而且交易次数恰向到了 七千八百七十八笔 刚四万多嘛 对所以就代表我们 在CP值的部分 是往上提高的 我们让我们的交易 变得更有质感 对那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在科学交易当中 可以验证得到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现在心中 其实已经有自己的选股方法了 那你只是想要找一个 更有效率的交易方式的话 或许创百日新高加未接高低点不超过30% 它会是提供你一个 绩效大幅提升的一个交易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 其实是很适用于大家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创新高突破 只是我们相较于跟别人相比的话 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数据 让你心中更有底气 我觉得信心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一个数据在做backup 帮你支撑 你会更有信心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一直在讲说 所谓的科学化投资 其实那概念 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用数据来说话 对 就你可能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中 都会有一些投资的想法 那在过去我们常说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 你可能必须要一直自己去try 没错 你可能知道自己的风险属性 对你要自己用自己的真金白 你去市场一直try try try之后你才发现 这个策略适合我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缩短这个练习的时间呢 那缩短练习的时间 这件事情就是今天小鹿所提倡 他认为说科学化的投资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要所谓科学化 就是很简单 你把你的条件想好了之后 把这个条件丢到电脑里头去 去做个回测 想想去测试看看 你的那个想法到底胜率如何 那报酬率如何 可能产生的最大亏损如何 诶 就像刚讲的 他觉得20日不够的时候 他就试试看60日 60日不够 他就往上试试看100日 100日他也可以再去 往上设200日 然后就搞到最后 他就得到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以小鹿来说 他认为突破新高100日 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数字 没错 那他再加上了一个更多的 这些筛选条件 他再把股价位积的条件也筛进来 一样用回测的方式 得到一个他最满意 你自己最满意的一个 报酬率也好 或者是胜率也好 这个就是用科学化 那同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回测方式 除了技术面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丢去基本面 没错 你也可以把它丢去筹码面 以在书中当中 因为基本面的数据比较多 我就不在这里拿来讲 但是如果以筹码面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也常常会讲说 诶 那如果筹码 我通常我们不喜欢追外资 因为外资的那个 喜欢追的 都是全职股太大了 那我们通常会喜欢追投信 最近在买什么标的 会是我们比较喜欢追的 好啦 那如果你心里会想说 嗯 我就是喜欢追投信 有在买的股票 可是老实说 我也没有把握 他的那个胜率到底如何 好啦 书中其实也有帮你做个回测 书中就有写哦 如果以投信连续三天买超 是否可以带来获利呢 这是大家的一个问号嘛 好啦 回测数字出来啦 如果我们就来测试看看 投信连续买超三天 然后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个交易次数 是552次 胜率可以达到60% 总报酬率可以达到106% 那这期间 以风险来看 最大的亏损 是12.05% 你就去问问看 你自己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数字 这样的回测 其实就是小鹿所讲的 科学化投资 没错 而且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一直都把科学交易这件事情 当作是一个破除都市传说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在思考一个逻辑 或在想一个trading idea的时候 我们都会凭空想像 会觉得欸对啊 好像听起来蛮合理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你不知道 那人在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没有掌握度的事情的时候 你面对它你会觉得很恐慌 因为尤其第一笔下单 要是亏损的时候 你会更害怕 完了我觉得这东西到底是对还不对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有一个数据 有一个data去帮你背书 对你想的这件事情 至少它在历史行情 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操作上的信心 会比较充分 我觉得也可以节省很多 像刚刚子娟说的 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啊 真金白银到处尝试 其实不用 你把你的策略标准化下来 丢到电脑去看 能不能赚钱 有没有赚钱的潜力 它的交易比数 风险在哪里 其实你就会一清二楚 我觉得是可以节省大家在建构策略 在学习交易的一个时间 最后一点时间 我在这个段落之前 我再请小鹿来讲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是 也可以说是书上写出来的状况 可是我想要听的是 你可以帮我们带我们实际走一次 如果用你这一套 所谓的科学化投资的方式 实际走一次过去的某一档标的 然后你的思考逻辑 想法进出买卖 帮我们走一个流程 走一次 好简单来说 以最近比较夯的例子来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大家都很疯观光旅游嘛 大家都想要出国 哇那个航空也是啊 观光也是都大涨 可是在我自己的选股逻辑当中 其实我对于每一党 每一支策略的交易的逻辑 它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还是喜欢投资那些 比较有基本面的公司 当然 对对对那有一些 比较投机的公司 它跟我的风格不太相同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 欸现在观光很夯 可是我的选股策略 几乎都选不出什么观光股 因为观光股大部分都是转机型的 他们现在其实都没什么赚钱 所以以我的逻辑来说 它就不会是我 符合我的条件的那样的个股 但是在最近5月22号的时候 我的策略 选出了富野这档个股 那选出富野这档个股 当时 是因为准备要热气球了吗 也是有可能 热气球准备要开始了 也是有可能热气球要来 所以当时这个观光的个股 就想说 欸对欸这么热门的题材 我的策略几乎都没选出 好帮你选出了一档个股 富野那按照我的SOP去看 没有错 它当时确实是创百日新高 且高低点幅度 是小于我们说的30%的 那也就是它不是一个追高的机会 题材又热 所以这档个股被我们选出之后 隔天开盘价 就可以按照我们的策略去做交易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欢迎回到谢谢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出新书了 投资别再情绪化这本书的作者 黄凯军小鹿 虽然他还蛮年轻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会请他来到节目现场 原因是我还蛮喜欢他这一套 所谓的科学化投资的方式 那就是有根基的 好那刚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讲到的是我希望请小鹿来帮我们回顾一下一次 他的一个交易的逻辑 那在进广告之前我们讲到了富野 那当时他你是说他符合了你的宣估条件 包含像是他突破了100日的新高 但他是刚开始涨 因为他的股价的位阶 我们设30%的波动度 还在还在这个范围里头 那另外基本面也符合你的想法 比如说像是他的EPS 他的获利是四季的新高 然后股价净值比也是符合他的一个条件 再来 那这时候我就发现 他完全符合我要的样态 再加上他当时的题材非常的热门 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封观光的股票 当然观光的领导股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三富 哇那个三富真的是涨到病轨 那涨到病轨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参与到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铜板块的 有符合我的逻辑的 我操作起来其实会更加得心应手 因为我对于他的掌握度是高的 所以当时选出在5月22选出之后 再隔一个交易日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策略规划 开盘价进行一个进场 那进场之后我们当然得设一个停损跟停利 那我们的停损 通过怎么设呢 在书中其实我有提到蛮多的方法 那我蛮建议新手你只要做短线的话 我们蛮建议去用固定百分比的停利损 哦其实我也是 对就比如说可能我设置7%或10%的停损 那可能我的停利也抓7%到10% 那这样子会听起来 欸小璐好像这个风 你连一根停板都没有吃到欸 都没有吃到欸 然后就这样子让他放他走了吗 对啊 对如果你是做短线的 你要思考应该不一定是这档个股 能够带给你多少获利 而是你赚完这档个股之后 你能不能马上再去做下一档 让你的资金是能够滚动的 对那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 7%的停利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后续是持续的狂飙 这个你早就跟大家say goodbye 打到7%的停利之后 你就根据SOP把它卖掉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主观交易可能会去想 欸我是不是要找下一档个股 下一档个股在哪里 不知道 你可能要看报纸 又要开始看新闻 开始看一些消息 又重新来了 对可是我们的科学化交易逻辑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逻辑是固定的 我每天盘后只要点两下 我的策略就会告诉我 欸今天有哪些个股 符合我讲的这个样态 马上又有下一档个股可以操作了 所以其实你真正学习的科学化投资之后 选股到交易根本花不了几分钟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等待行情 嗯哼 OK所以其实这就是 我们现在常常会有很多的系统 或者是APP软体都会有一些选股的方式 就像刚刚你讲的 你只要把你的条件设定好了 然后你点一下 符合这个条件的个股 就自动就会跳出来了 没错 但是这个条件当时要怎么设定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 你可以用不同数字 一直去try 一直try try出一个你觉得回测之后 你最喜欢的一个数字 好但是我们就会有人讲啊 啊回测这件事情不好做啊 如果我excel不是很会的人 那所以有没有什么样 如果想要学习这种科学化的投资方式 我有什么 我们先从免费的开始 有什么免费的资源 我是可以自己这样子进去try的吗 告诉大家一下 刚刚梓娟提到的excel 老实说真的在以前的年代 没有软体的时候 其实他大家真的正宗excel 就是用excel 然后学那个参数 对对对对 我还学了一堆函数 天哪 那个很复杂 而且 excel大概只要跑一万笔以上的资料 就会当机 不管你电脑再好都一样 所以excel其实在当时就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境 虽然在没有工具的状况之下你不得不用 那后续其实已经有了免费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我自己这里本身使用的一套软体叫做 XQ全球赢家 那这套软体是免费使用的 是免费的 对是免费使用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先去下载下来 然后先去体验看看里面的一些功能 那里面它其实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工具叫做选股中心 这个选股中心是什么呢 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 这个XQ的软体里面 它已经帮你去预设好了 424套的选股条件 也就是前人的智慧 对前人的智慧 你可以先去看看 前人在设定这个逻辑的时候 它在想什么 它的定义是什么 不是主观的想法 是标准化的定义 也就是它是一个数学式 例如个股的EPS 创进四季新高 它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数字 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大家在想的 大家在思考的策略是什么 那有了基本的选股之后 其实在搭配上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简单的买进讯号 像创百日新高 且高低点不超过30% 你用这样的方式 去搭配这样的选股 设定一个停利损的比例 去做一个交易 去回测 你就马上知道 所以人家觉得营收 真的能够改变股价 投资报酬率 真的假的 而这个东西 其实都在软体里面 可以免费去使用 那至于说 创百日新高 高低点不超过30% 小鹿这好像内建没有 那怎么办呢 也不用担心 在我的新书里面 里面已经帮大家内建好了 其实有一段程式 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程式 输入到里面 就是你的交易策略 对对对 你直接输入到电脑里面 你就可以去把这个 所有的选股条件 去回测这样的交易方式 去验证看看 它的操作跟选股方法 到底有没有获利的潜力 而这个资源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纯新手 你真的想要试试看 科学交易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的话 试试看就去 对就帅帅看嘛 因为不用钱了 对对对 我觉得免费的资源 可以去试试看 何乐而不为 或许你找到了人生的一个出路 你可以不用在 主观交易的世界奋斗了 你可以去思考 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做投资 所以这就是你日本书的书名 所以投资以后不要情感化 对对对 不要用情绪化 来决定你的交易策略 可是我也好奇哦 呃你刚刚你也讲了 现在股市续线很多 呃坐电梯会有人跟你讲 隔壁的同事会跟你讲 坐计程车也会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消息很多的情况之下 呃你自己 虽然你已经走过这一套 科学化投资方式 但你自己现在 你都会怎么样判读资讯 呃其实大部分的资讯 我都不判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资讯 就如同我刚刚其实讲到的 资讯棒次的概念一样 这些东西这些资讯你接收到 其实都是最后一手了 那最后一手的资讯 其实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反而我会把它当做什么呢 我会把它当做是 茶余饭后跟朋友聊天的话题 诶某某公司不是介入AI了吗 某某公司不是NFT吗 它不是有什么元宇宙题材吗 对它都是一个聊天的题材 但你说会不会影响我的投资 完全不会 因为对我来说 那些消息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所以我自己常常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在用科学化方式做投资 做交易的时候 其实这间公司到底为什么上涨 你不会知道的 因为我们可能只能去议测 对啦公司接到大单 对啦外资在大买 我们只能去议测 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其实你也不是很清楚 对那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资讯就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那反而我就去遵守我的操作的纪律 因为回测告诉我 我这样的选股方式 我这样的交易方法 它长期的期望值是好的 那我就应该坚持下去 那反而是这些股市的消息面 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反而你因为听信的消息 做出非理性的操作 这才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会问我说 欸小鹿小鹿这样股票为什么会涨 身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我们好像不能回答人家 我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老实说 我真的想跟他们说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涨 可能今天买气比较好吧 对我只能给出这样的答案 所以Summarize来说 大部分的资讯对我来说 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但它就是一个市场 会进行短线情绪反应的一个资讯来源 那要不要在这里再跟我们再来分享 就你自己的投资策略当中 再讲一次就是你的基本面 你特别看中了什么指标 技术面什么指标 筹码面什么指标 OK 那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这大家都很清楚的三大面向 在我的新数里面 其实我跟大家去组合了一支 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使用的策略 也就是在基本面的部分 我就直接给两个指标 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回测看看 你就会发现对耶 好像这样子做绩效就会明显提升 基本面部分我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股价净值比 PB PB只要小于 我刚刚说过 其实就是股价现在已经低于 它公司直接清算的价值 公司的股价是相对低迷的 好这是第一个重点 也就是股价绝对不会是高档 第二我再搭配EPS创近四季的新高 所以这个翻译翻译叫什么 翻译翻译叫做公司的股价现在便宜 但EPS正在努力的成长 创下近四季的新高 不就是低估的成长股吗 不就是低估的个股吗 所以这就是我对于基本面的定义 那进行了低层筛选 我们就像一个漏斗一样 我们就是拿那个筛子 帮我们把台北股市 1800人的股票去做过滤 好低层 对低层我们塞塞塞塞 塞完之后来到了第二层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第二层 因为第一层塞出来之后 公司还是好多 所以我们要做第二层的筛选 那选出了好公司 我们当然也要有行情 有好股价的可能性 我们就得做技术面的过滤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再把这样的个股 符合创百日新高 且高低点不超过30%的股票 没有错把它塞出来 好第二层 第二层塞 塞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诶个股数量可能越来越少咯 这时候来到了第三层 第三层就是筹码面 筹码面的部分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法人 像刚刚子俊有谈到 台湾的投资者 比较喜欢投信 对不对 他比较不喜欢外资 都会买那种大型股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加上 投信的买卖超 第三层的过滤 滤下来 最后剩下的股票 可能只有5到10档 你的投信是抓 最近三天连续买超 最近三天连续买超 对最近三天连续买超 或者是 那我也好奇 那个顺序就是基本面 技术面筹码面吗 还是你的那个顺序 其实顺序不太重要 因为到最后出来的结论 我们的size 最后一层一层的过滤 不管怎么过滤 最后出来的答案 会是一样的 因为三件事情 要同时符合 对三件事情同时符合 那筹码面的部分 你可以找投信筹码 来帮你背书 所以这三个条件 你设定完成之后 你去思考一下 对耶 听起来还蛮合理的啊 有基本面的滤网 技术面 有重网面 听起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一个交易策略 丢到回撤 马上一翻两瞪眼 你的idea到底是对还不对 立刻用数字来 立刻用数字来帮你解决 立刻用数字来帮你解决 那结果我在书中 其实有进行回撤 回撤出来的绩效表现是不错的 胜率大概有六成到七成 然后期望值也不错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想要再来问一下 这个小路 那我们都说这样子回撤回撤 对的确用数字来说服自己 可是一直回撤回撤 会不会有一些盲点在里头 回撤一定有盲点的 一定的一定的 在市场上 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 那是历史回撤了 历史又不代表未来 所以子轩不知道我们看到 那个基金下面不都会写一排字吗 这个历史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肯定的啊 历史绩效怎么会代表未来绩效 可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怎么去学投资的 我们不就是从历史数据去学投资吗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KD指标 你怎么会知道创新高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历史得到一个归纳 所以历史回撤 它有一定的价值存在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跟验证 历史的交易方法到底对还不对 可是大家很容易去陷入的一个盲区就是 好像我的回撤只要回撤的绩效越好 它就越值得上线 它就越值得让我们实际拿到战场上 我自己感觉是对不对 会觉得对耶 可是你别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做历史回撤的时候 其实就很类似你在大学考试open book 你其实都知道答案跟问题 其实都在里面了 写出一支赚钱的策略很难吗 不难啊 因为其实你都知道历史行情怎么走了 所以其实实际上历史的行情回撤 最容易被诟变的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盲区 这是我刚刚可能没有谈到的 就是很多人会把自己在 投资市场上的毕生所学 全部塞到你的trading idea 里面 塞到你的策略里面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投资者 他在设计他的策略的时候 我看的真的吓一跳 他的选股条件有十几个 十几个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我说这样真的选得出股票吗 塞到最后没有股票可以卖 连扎都没有了 我在想你这样真的塞得出东西来吗 结果最后他回撤 回撤出来绩效很好 真的很好 可是他在六年的回撤里面 只交易了十笔 也就是说 没错在历史行情当中 你的策略在历史可以有十笔 非常好的交易胜率 因为胜率百分之百 可是这代表可以用吗 不代表 他代表值是什么 他代表值是刚好在这段历史行情当中 你的策略是符合的 也就是他回撤出来的答案太少了 你不能用这十笔的交易跟我说 对历史一定也是这样 未来也一定是这样 样本太小就会有这种问题 就很像你不能从一次的成功 我这次考试考一百 我第二次考试也考一百 你不能用两次的一百告诉我 那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怎么解决 答案很简单 把你的策略的选股数量降到最低 在我书中有提醒到大家 你为了避免这样的回撤盲区 你可以把你的策略 选股策略 限缩最多只用三个因素 只用三个因素 像我刚刚讲到有投资者用十几个 那个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可能他只是历史刚好 真的符合这十几种策略 可是当你的策略数量变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对耶 他的绩效好像确实没这么优异 因为他的滤網比较宽松了 但也正是因为他有一定的自由度 他有一定的宽松程度 他才有办法面对未来 所以你觉得那个筛子筛三层 是你觉得差不多的 够 而且不要太多 可是那这样的话 你刚刚前面讲出来的 至少就有五个了耶 讲了那五个 因为没有要你全部都用 你可以自由去筛选 对对对 你可以自由筛选 那其实基本面 技术面 策码面 我自己最在乎的是 基本面跟技术面 其实策码面对来说是加分项目而已 他并没有这么的重要 对所以其实 就是你去思考一下我到底该怎么去建构我的策略 因子少一点最多三个 你去做回测 在因子只有三个的状况之下 回测跟未来的行情 他比较容易有贴合性 他比较容易历史可以赚钱 未来也可以赚钱 因为他没有这么的严格 所以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子俊你觉得历史行情会重演吗 会啊 会完全的一模一样吗 不会完全 不会但是会高几率重复相似的出现 对不对 因为他背后就是人性嘛 那既然如此 我们如果设定一个很机密的仪器 丢到历史去看 对历史可以赚钱 可是也因为我们的仪器太机密了 挪到未来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卡一颗小小的十字进去 我们的机器是不是卡住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宽松一点 我们设计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策略 在历史可以获利 在未来他也因为有一定的弹性存在 他没有这么的精密 但他可以适应外来的行情 以此你就能够避开历史回测的盲区 好所以听到这里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小鹿你是不是要给大家的一个想法 就是用我们投资要有自己的思考的想法 我们不能够永远都是靠情绪 所以不能靠情绪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用数据 就是你所强调的科学的方式来做一些验证 但是一开始你一定不知道说 到底什么数据是OK的 小鹿特别有跟大家讲了 XQ系统免费的 大家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 上面有很多前人400多套他们的想法 你可以直接去参考他们的 但如果你自己有实战精神 那你就自己回测 那也是免费 你就自己去回 如果你突然想到一个想法 比如说随便一个条件 MACD之类的 对随便想到一个想法 然后你就自己去回测 看看他所跑出来的胜率 或是报酬率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你自己去try try出一个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式 那接下来你以后每一次选股 你就靠他来篩出你可以去进出的标的 但是最后呢他也有提醒大家 你篩出很条件 但你不能太多条件把自己给勒死了 没错我真的是勒死 这个形容值很大 不能把自己给勒死了 所以小鹿给的想法是 最多大概就三个 也许三个条件没有让你办法胜率百分之百 但至少他可以 比较有效面对未来的行情 还真的能够被实际执行 没错没错 好这个是小鹿今天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 那更多他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在投资别债情绪化 就是money前杂志所出的这本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一点时间 小鹿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就直接做全职交易了吗 你要不要给一些也向往做全职交易的年轻人的一些提醒好处 但是优点 优点缺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做全职交易这件事情 你大学毕业之后都没有全职工作 直接全职交易 很大胆 很大胆 因为风险老实说极大的 你有没有过家里父母亲那一关 其实我父母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让这个孩子吃吃看 是不是你 对啊他都会把你的户头钱提关 对对对也都这么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诶试试看吧 那如果是以全职交易的这个概念去出发的话 我常常遇到很多的同学或遇到很多的朋友 他们其实也想做全职交易 但我都会讲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本金 老实说你真的想往全职交易这条路上去进发的话 本金一定很重要 那本金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常常举个例子 很多人在2020 2021股市大好的时候 拿着50万块就说 诶我想出来做全职交易 是在当时的行情当中 有航海王有钢铁人 这些行情一往上推 你会瞬间觉得钱怎么这么好赚 所以你就会有点没有风险意识 会觉得唯50万也可以做全职交易 可是到了2022年你就会瞬间觉得 我是不是要脚踏实地去上班 我身边有好多人原本是全职交易 后来跑去上班 一定是的尤其是经过2022年 瞬间觉得我还是把包包背着 我还是找七找八出个门上个班 会比较安全一些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 当你的本金量体不够大的时候 就很压力很大 我自己给自己的最低的benchmark 虽然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但我自己觉得最好至少要有个 八百万一千万 才可以全职交易 对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有一千万 那我们以年化报酬率 你不要太好 我们假设可能今年不太妙 可能百分之七百分之十 我们按一下计算机 一年赚七十万一百万 有没有办法cover你去上班的薪水 好像可以了 所以我就会以这样的思考逻辑去说 ok 那如果我今年真的做的不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领一个至少上班族的薪水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是不是比较没有压力 而你不会被迫说 我可能只有五十万 那我可能就必须追求翻倍 翻两倍甚至翻三倍的报酬 可是像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有八百一千万的本金 然后支撑你全职交易吗 在大学时期的时候 其实遇到蛮多运气蛮好的股票 你说运气也行 就是我之前有曾经做过一档股票 叫智邦 2345的智邦 如果你去看他的县图 跟小鹿入市的那个时间点 你看一下我的天哪 他真的非常的夸张 对也就是靠那档股票 所以你是在大学的时候 发了机存了那个本金 没错 也是因为大学时期 当然还是得先存本金嘛 就是去补习班啊 家教打工这样子 赚了一笔小钱之后 开始在股市奋斗 那刚好又遇到还不错的多头行情 那就让本金有迅速的膨胀这样子 对所以我会建议说 如果真的是给全职交易的一个很大的方向的重点 我真的觉得要累积本金 千万不要拿着小小的钱 可是其实我觉得全职交易还有一个状况 是我要快速赚钱这件事情不难 但是难的是我要稳定的持续赚钱 对稳定持续赚钱当然很难 那所以我们才要用策略 用策略的方式可以让你知道 OK所以我会有个合理的期待嘛 例如我的超义策略胜率都是七成 你下这笔单的时候 你心里就知道就是百分之七十 所以换句话说百分之三十是会亏损的 所以其实你就会对于你的策略掌握度很高 你就大概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最高的获利或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其实你都一清二楚的 所以你只要对自己所操作这件事情掌握度够高 你就不会慌 你比较有机会稳定 这也是做科学交易跟相对于主观交易来说 我觉得很大的优势 就是你有个database 你知道你在干嘛 你知道有个数据在支撑你 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那只有这样子做 我觉得会让自己的心态更稳 你才有机会真正达到稳定获利 往这个全职交易者的世界发展 好这个是很多年轻人 如果想要做全职交易的话 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小鹿的故事了 再次谢谢 谢谢 也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拜拜 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